大家好,我是艾尔嘉老师,欢迎来到艾尔嘉音乐教室 这一次要和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全音与半音 大家有看到这一支吗? 这是什么?答对了,Totoro Totoro,Totoro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宫崎俊卡通 这是什么呢? 卡比兽,现在最流行的宝可梦 好,全音半音呢,用卡比兽跟Totoro 跟我的关系来做一个比喻 不管是全音还是半音,它指的都是一种关系 记得哦,是一种关系 就好比说夫妻这个词,它指的是关系 你不能说我是夫妻还是她是夫妻 可是你可以说我跟她是夫妻,对吧? 好,所以当你在钢琴上说C这个音是全音还是半音 或者说D这个音是全音还是半音 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Do跟Re是全音它们的关系 因为Do跟Re中间还有一个黑键 可以称为生Do或是降Re 好比Totoro住在我的隔壁 Totoro旁边是卡比兽 所以我跟Totoro的关系就是半音 我跟Totoro是半音哦 那Totoro跟卡比兽呢,它们也是半音 那我跟卡比兽就好比我是Do,它是Re 我是Do,它是Re 我跟它的关系是全音 这样大家有懂了吗? 全音半音指的是关系哦 好,现在移到键盘上可以看得更清楚 好,如果用C调来看 C调是什么意思呢? 上一堂课在音名唱名 我们有提过这个音叫做C 这个音也是C 用C当作Do 这样的一组音阶所写的歌 就叫做C大调 所以C大调就是把C当作Do 那这样的一组音阶里面呢 它有几个关系 其中呢 Do,Re Do跟Re叫全音 它们中间有一个黑键 有没有? 我跟卡比兽中间有Totoro Re跟Mi是全音 Mi跟Fa中间什么都没有 所以它们两个是半音 Fa跟So中间是全音 So跟La是全音 有看到吗? 一个黑键 La跟C是全音 CDo是半音 所以Do,Re,Mi,Fa,So,La,C,Do 里面呢 只有Mi跟Fa 还有C跟Do 是半音 其他都是全音 所以有一个口诀叫做 全全半 全全全半 再念一次 全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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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调的Do,Re,Mi,Fa,So,La,C,Do 都要遵守这个规则 当你了解这个规则之后呢 譬如说我们今天看D大调 就是把D当作Do Do Do跟Re是全音 Do,Re,Re跟Mi是全音 所以Mi要在这里 Do,Re,Mi 因为原本它们两个是邻居 它跟它是邻居 不管黑白剑 只要是相邻的 就是邻居 两个剑中间有隔一个 它们两个就是全音 这两个也是全音 因为这两个隔了一个白剑 再回过头来 Do,Re,Mi Mi跟Fa是半音 所以Fa在这里 Fa跟So是全音 So在这里 So跟La是全音 La跟C是全音 所以要在这里 因为这两个是邻居 半音 它跟它是半音 两个全音等于一个半音 不是 一个全音等于两个半音 La,C 那C跟Do是半音 所以Do在这里 有看到吗 C跟Do是邻居 好 所以D大调会有两个黑剑 哦 好 同理可证 C,D,E 如果把E调 当作Do呢 虽然比较难一点 可是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Do跟Re是全音 所以Re在这里 有看到 这样是全音 Re跟Me是全音哦 这两个是全音 它跟它是半音 它跟它是半音 所以 E要在这里 E跟Fa是半音 Fa跟So是全音 So跟La是全音 好吗 全音等于两个半音 So,La La跟C是全音 雖然是黑剑 假白剑 一样是全音 La C C跟Do是半音 好 有听到吗 如果你弹错了 是不是很奇怪 听也听得出来 对吧 好,F调 C,D,F F调就会比较简单 Do Re D 全音 Re跟B全音 E跟F是半音 So F跟So是全音 So跟La是全音 La跟C是全音 C跟O是半音 有看到嗎? 所以F調比較簡單,只有一個黑鍵 所有的調都是這樣推出來的喔 隨便舉個例子喔 這個當D 哇!黑鍵可以當D 當然可以囉 任何一個鍵都可以當任何一個音 D 好嗎? 這個音呢 當D可以嗎? D 全部都可以 D 它就是這樣推出來的 那這樣的一種全音跟半音的音階的關係 表現在歌曲裡面呢 譬如說用童話當例子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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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a是全音會稍微遠一點 Sofa Mi 你唱久了就不會唱成 Mi Re Do Mi Re Do Mi Re Do 這才是Mi Re Do的感覺 Do Re Mi Fa So 有沒有 Sofa Mi 它不是Sofa Mi 就是Re Do Si Re Do Si Si La So So La Si Do Do Mi Sofa Mi Re Do 那到底是Re Do Si 還是Sofa Mi呢 音越多越能夠決定 一個音不知道是什麼 兩個音大概有感覺 三個音以上就會很確定 這種東西叫相對音感 也會慢慢跟大家詳細解說 好 剛剛童話 Sofa Mi Mi Fa Mi 如果今天移到低調呢 Sofa Mi Mi Fa Mi Mi Fa Mi Mi Fa Mi Re Do 移到E調呢 Sofa Mi Mi Fa Mi 是不是一樣 好 現在示範一次哦 好 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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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经过以上的说明 相信大家对于全音跟半音 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 那如果你对于这种会唱会哼 就能够自由自在弹奏的方式 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跟我学琴 你可以拨打0911-308-983 找艾尔加老师 或者你也可以加我的LINE ELGAR0203 或者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 艾尔加梦工厂 或是艾尔加音乐咖啡房 里面都会有关于我教学的详细资料 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